嗨,你好呀,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我今天呢,刚从蔡老师的《人生智慧一百则》里看到了一个新的故事 觉得好有意思,很希望能早点讲给你听 这个故事呀,是一个有关孔子的故事 话说,孔子东游来到了一个地方,突然觉得好饿,就对弟子延回说 哎呀,延回啊,你看啊,前面有一家饭馆,你能去讨点饭来 延回就去到饭馆说明来意 饭馆的主人说,要吃饭啊,可以啊,不过啊,我有一个要求 延回忙道,什么要求 主人回答,我写一个字,你如果认识,我就请你们师徒吃饭 如果不认识啊,那就别怪我乱棍打出去了啊 延回一听,微微一笑 主人家,我虽然不才,可也跟师父学习多年 慢说一字,就是一篇文章又有何难 主人也微微一笑 哼,先别夸口,认完再说 说吧,主人就提起笔来 就写了一个认真的真字 延回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主人家,你也太欺负我延回无能了吧 我以为是什么男人之字 此字,我延回五岁就认识 主人微笑着问,此为何字 回说,是认真的真字 主人冷笑一声 哼,无知之徒,竟敢冒充孔老夫子门胜 来人,乱棍打出去 延回就这样回来见老师,说了经过 孔老夫子微微一笑 看来他是要为师前去不可咯 于是,孔子就亲自来到殿前,说明了来意 那殿主还是一样,写了个真字 孔老夫子瞥了一眼,打约 此字念,直八 那殿主笑道,哼,果然是夫子来的,请 就这样,孔老夫子一行人吃喝了一顿 而且不出一分钱就走了 延回不懂啊,就问老师 老师,你不是教我们那字念真吗 什么时候变直八了 孔老夫子微微一笑 哼,有时候的事是认不得真啊 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当然了,这只是个故事 你可不要当成历史来看哦 而它背后的道理,其实也并不难体会 有时候啊,过分的用力和认真 并不一定就是一件事情的真正解法 说起来,这只是个小道理 但是很多的人呢,却经常不能领会 以至于生活中经常做出一些糊涂的事来 佛家有云,如何向上,唯有放下 只有将一些不必要的压力放下 不必要的考虑丢掉 才可以避免白做工 出力又不讨好 做事以前呢,先要确定 这件事最后的标准是怎样的 才不至于克舟求见 好了,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次见